近日投資股市閉市的人身家大縮水 如果大家懂得分散投資 就能夠避開一劫 還可以不用整天看著市場都有被動收入 今集就和大家說說分散投資的重要性 還會介紹一下 點用基金分散風險 又可以增加賺錢機會 大家好 歡迎收睇銀行通知 我是Christina 經常都說不要將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裏 這個其實是投資組合理論上的分散投資法 其實我們都知道 沒有人能夠準確地預測投資回報 好像這兩年出現疫症影響全球經濟 打仗就令到資源價格急升 這些都是不能夠預測的事 保守的投資者 或者會將儲蓄全部放在低回報的定期存款 而有些進取的投資者 就會將全部資金 投入某一些高風險的投資產品 保守得仔就會錯失投資機會 但過分進取 分分鐘會輸身 分散投資的最大好處 就是令到投資者在降低風險的同時 又有更多機會 涉足不同類型的投資 舉個例子 假設你有10萬元 如果將錢儲起來做定期存款 年利率有大概0.45厘至1厘不等 就會錯失多個投資機會 而如果將全部資金投資在單一項目 當然有機會輸掉了 但亦都有機會賺多過定存 但如果將資金分成五份 分別投資在五個項目之中 假設回報分別是每年15%、5%、0-5%、15% 如果初始投資金額不變 持續放在20年 按福利增長計 每個項目的金額就會變成這樣 整個組合即使有蝕的項目 但整體回報可觀 這就是福利和分散投資的重要性 所以大家投資的時候 應該要將資金放在不同板塊的股票 金融產品或者市場 但我們沒有可能投資到所有股票 或者不同的資產 因為這個成本太高 每做一筆亦都有手續費 正因為這樣 基金這個產品就幫大家做到分散風險這點 基金就是將千萬個投資者 的資金集中一起 建立而成一個大型股票 債券和其他資產的投資組合 當你買一部分的基金的時候 就是買了全部持股的一部分 比起你買多間公司的股票 更加化算更加方便 對新手來說 買基金是一個入門做多元投資的好方法 你不需要用太多的錢入場 又可以省回研究每間公司的時間 現時市面上有成千上萬隻基金 有由債券組成的 亦都有追蹤指數和不同主題 以投資的目標來區分的話 基金可以大致分四類 股票型、債券型、混合型和貨幣型基金 而一般來說 基金的預期回報越大 風險亦都會越高 貨幣基金的回報就比較穩定 衍生工具基金就會較大風險 匯報亦都相對會大一點 在選擇基金方面 記得要跟回自己的重要條件 和自身情況來決定 哪種基金適合自己 你可以列出3至4個你喜歡的特性 然後順序決定出最重要的元素 我自己會A選擇長期投資派息股票型 B方面選擇風險中低級 C會選擇跨產業公司投資組合 而D最重要是費用率比較低 在這裏介紹一下 銀偶app的基金篩選器 透過篩選條件 你就可以根據自身的需求過濾 找出合適的基金 大家在找深水基金之前 我都幫大家找出年初至今基金表現的數據 讓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根據香港投資基金工會 有一類基金的主題 能夠在震盪大市裏面 仍然有好的收益 升幅甚至高達三成 它們就是能源和天然資源主題的基金 好像這隻貝萊德世界能源基金 年初至今升近三成 七成主要的投資 是全球各地從事能源勘探 開發、生產和分銷公司 在銀偶app按入基金場情業 向下弄 就可以看到基金十大持倉 這隻基金就包括了 投資世界最大石油公司 雪佛龍 Shell 看來在高通脹的大前提之下 能源主題都成為市場業門的選擇 如果想方便些 運出基金排行 可以在偶爾app的下方 選擇理財 基金排行 就能夠找到近六個月 一年 三年等的表現 總結一下 我自己便會建議 基金都是一樣 比較長線的投資產品 在投資基金之前 記得要做好四項的功課 第一就是評估投資的目的 第二要選擇投資方式 第三 風險的承受能力 和資產配置的策略是怎樣 第四 亦都要留意評估基金管理表現 大家可以看看 基本資料和職效評估 規模大 費用低 成立的時間內 都不代表基金的報酬高 聽了那麼久 如果你對買基金有興趣 又想額外賺多些 記得要來富途開戶 開戶送你7%的固定連發收益券 還可以用在所有類型的基金 例如放3萬元買貨幣基金 90日7%的收益就有五百多元 即日起至5月23號 成功開戶 完成指定條件 就可以獲得90日7%固定連發收益券 加上騰訊股票和股票現金券的迎新禮物 獎賞總值約1200元 快點scan這個code開戶 快點scan這個code開戶 很快 牛牛通信又到這裡 你自己以為有沒有買開基金呢 你自己又喜歡哪個類型的基金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最後記得要CLS我們 我們下次見 拜拜